大家好,欢迎来到林林种种 这一期视频我们讲一首歌曲 斯卡布罗吉士 现实的生活一地鸡毛 往事却都十分美好 或许是因为回忆 过滤掉了琐碎、烦恼 过往的不幸也仿佛是涟漪消散后的湖水 不见微蓝 听听老歌,暂时忘掉现实 平复一下浮躁的心理 我们先听一段由月光女神 沙拉布莱曼演绎的斯卡布罗吉士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首歌的曲调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的英格兰 这首歌的曲调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的英格兰 《起源》是两个满足 维京人和凯尔特人 让我们想象一个粗犷的男人用最温柔的赏音 低声地哼唱对爱人的思念 这首歌初听起来曲调极其优美 但歌词却让人有点不知所云 斯卡布罗吉士在哪 歌中为什么把欧琴、熟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反复延长 给我做一件衬衫 但是不能有针脚 不能有接缝 给我在海水和海沙之间找一块土地 用皮革做的镰刀收割石南 这都哪跟哪呀 看完之后的讲解就会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这首歌除了沙拉布莱曼的版本 最著名的还有保罗·西蒙和阿特·加芬克尔 为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电影《毕业生》演唱的主题曲 就改编自斯卡布罗吉士 在歌中西蒙另外创作了副歌部分 使得这首深情的名歌成为了著名的反战歌曲 影片中的另一首歌曲《寂静之声》也同样著名 电影《毕业生》根据查尔斯韦伯的同名小说改编 由迈克尼克尔斯指导 达斯汀·霍夫曼 安妮·班克罗夫特主演 于1967年12月21日在美国上映 影片通过描写大学毕业生本根的爱情经历 展现了青年人成长的烦恼和对成年人社会的反抗 1968年获得了第25届金球奖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 第4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等奖项 西蒙和加芬克尔的原版由于版权原因无法播放 我们听一段李玉刚的翻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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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也有很多人演唱了这首歌 自以为最好听的是由崔健在上世纪80年代组建的七合板乐队演唱的版本 七合板乐队是中国最早的摇滚乐队之一 尽管当时他们的音乐很难被称之为摇滚乐队的意思是乐队中七个人都联合在一起谁也离不开水 乐队中的七名成员都是北京歌舞团演员 音乐以Copy为主就出过一张专辞这张专辞可以说是中国乐队文化的第一张专辞 后来乐队成员各自发展 崔健现在也被称为中国摇滚教辅 我们欣赏一段崔健的《一块红布》 再听下七合板乐队演唱的斯卡·波罗吉斯 《一块红布》 那天使地中一关乎 梦住我上海要梦入老山 听不过看着老山路 回首我看见了我幸福 后来我幸福 看不见你 看不见路 我的手也和你算住 你疯过我的前世梦 我说要找你做出 我感觉你不是这样 只像你一样强 我感觉你身上有缘 因为你第一首诗的 这颗感觉真让我死 只像不发的枉美的日路 你不忘了想不想 我说要找你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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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甚至欧洲的商人 这首歌的歌词 之所以让人觉得难以理解 其实是因为这首歌 原来是男女对唱 现在的版本把对唱 合并成一个人来独唱 就有些让人感到云里雾里的 香琴 鼠尾草 迷迭香和百里香 之所以在歌中被反复唱到 有些人认为 只是民歌为了方便传唱 纯粹为了上口 押韵 没有特别的意义 另外的观点认为 香琴 鼠尾草 迷迭香和百里香 是在集市上常见的四种植物 分别代表不同的意义 欧琴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香菜 也叫盐碎 在欧洲被视为荣誉的象征 鼠尾草被视作是力量的象征 迷迭香则代表忠诚 挚爱和挂念的意思 百里香代表的是勇气 歌中的反复出现 是在不断地强调 这些植物代表的意义 也让人在听歌的同时 仿佛也闻到四种植物 飘散在斯卡布洛集市 上空的气息 现今版本的斯卡布洛集市 和《塞尔德民歌集中精灵骑士》的故事 非常相似 这是一首具有诸多版本的苏格兰传统民歌 都涉及超自然现象 以及委托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在这首民歌现存最早的版本中 讲述的是一位精灵 想要强行劫持一位年轻女子 作为她的爱 除非她能完成一些不可能的任务 什么任务呢 给我做一件亚麻衬衫 但是不能有针脚 不能有接缝 并在一座没水的枯井中给我洗地 在荒漠的荆棘上 给我晾干 年轻女子则已一连串的 她必须先完成的任务 作为回应 如果精灵能完成这些任务 就答应做她的爱 给我在海水和海沙之间买一块土地 用一颗胡椒种子播种 用羊角耕作 用皮革做的镰刀收割 再用孔雀的羽毛包裹起来 挂在墙上鞭打 但不能有一粒胡椒籽掉下来 这就是歌词的来源 就是他们相互提出的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不爱 何必相互为难 如果相爱 何必相互为难